欸咻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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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冒的時候 如果想吃高維生素C的水果的話 你會選擇這個 維生素C呢 它可以抵抗病菌 具有抗發炎的特性 而且抗氧化能力也特別強喔 它可以消除身體的自由基 避免細胞受損 免疫系統就不會被破壞囉 多喝水沒事 但是你這樣喝的水 真的夠多嗎 感冒時建議成人可以喝到 體重可以40毫升的水 所以你真的覺得 你這樣喝一點點 算是夠多了嗎 蛤 給你這個 下班前 把它喝完 不要再吃白吐司了 其實感冒的時候更應該吃得營養一點 建議大家可以選擇蛋白質食物 像是豆類 魚類 肉類 蛋類等 因為蛋白質呢 是構成抗體和白雪球的主要成分 它可以保護人體 不受外來病原體的侵入 進而就可以提高人體的免疫力喔 你懂得嗎 我懂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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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缺乏益生菌啦 益生菌呢 其實可以調整腸道菌肉組成和抑制化菌 進而提高消化道的防禦能力 其實整女 也增強了我們人體免疫系統的第一道防線 你知道除了優酪乳以外 其實味噌 辣豆 還有泡菜 也是很好的抑制菌來源喔 來 抑制啦 睡眠不足呢 會減少身體裡負責生長代謝的激素分泌 還會大大提升體內的壓力型荷爾蒙 當你荷爾蒙失調 免疫力自然就會下降囉 所以啊 你還是 好好睡覺 來 嗯 沒有最健康只會更健康 快上LINE官方帳號搜尋達人健康網